中国车企出海的窗口 其欧盟用了800个心眼给自己加了筹码 当地时间的2024年10月29号 在拒绝所有的报价之后 欧盟执意对中国电动汽车 征收为期五年的最终反补贴税 宣布的时间甚至比原计划还提前了一天 贸易保护枪响之后 中欧双方将会如何来继续博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决议对中国产电动车的影响 欧盟对参与抽样的三家企业 比亚迪 吉利和上汽集团 加征的税率分别是17% 18.8%以及35.3% 而其他合作公司是20.7% 非合作公司35.3% 只有特斯拉通过邮税 得以按照单独计算的税率来缴纳附加关税 那么从最早的20.8%下调到9% 而今更进一步降到7.8% 损失是比较小的 也就是说再加上欧盟10%的基础关税 中国产电动汽车出口欧盟的话 最高需要缴纳45.3%的关税 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522万辆 首次超越日本 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其中新能源车的出口量达到了120.3万辆 同比增长接近了80% 而欧洲呢 又是中国出口电动汽车的第一目的地 从2023年中国车企出口的数据来看 很显然出口越多的车企 这次被加征的也就越狠 由此可见啊 这一轮欧盟分级加征关税的方式 完全是对我国电动汽车企业的精准打击 欧盟对华加征关税跟美国一样 是为了将中国电动车彻底赶出市场吗 那从6月初啊 欧盟与中方的谈判来看 他的心思显然是更加纠结复杂的 那么欧盟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 今年6月 中欧双方磋商机制建立 两个月之后呢 中方的谈判代表中国基电 就正式的向欧委会提交了价格承诺谈判方案 但是欧盟却在价格承诺所涉及的技术性的细节上各种刁难 比如与一般贸易谈判按照商品大类来划分不同 欧方技术团队要求中国对欧出口电动汽车的每个品牌 每种车型要分别制定最低限价 甚至连同一种品牌的车出口到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 也要分别制定最低限价 而更为恶劣的是 欧委会还越过中方谈判的合法代表中国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来和中方企业或者是子公司搞单独约谈的阴阳谈判 但这些可能都只是欧盟拖延谈判的手段而已 他的心思并不在桌面上讨论的整车进口价格上 谈要的更多 这次方案当中的额外关税 其实只针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 汽车部件和在欧盟生产的车并不包括在内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车企或者是电池企业在欧洲建厂的话 那就可以避开这次的关税制裁 而这也是欧盟在这次谈判桌之外的诉求 但俄乌冲突以来 欧洲高企的通胀 还有平均每小时32欧元 以及还在持续上涨的人力成本 再加上欧洲电动车不完善的产业链 各种不利因素叠加之下 在欧洲建厂甚至是建产业链 中国品牌的成本优势是荡然无存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 多加车企反应 欧盟在调查过程当中还要求中国车企 要提供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 以及核心技术竞争力 包括中国电动汽车 以及电池企业生产经营 发展规划 还有技术工艺 产品配方 甚至还包括所有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采购信息 供应链布局信息等等 此前被抽查到的上汽集团 就公开拒绝向欧委会提供电池配方数据 结果就是被赋予了顶格税率 这明显已经大大超出了反补贴调查的范围 号称是抽样调查 但是如此选择性执法的情况 那是昭然若揭 那么对中国加征关税 真的就能挽救欧洲汽车业吗 其实问题的根源 还是欧盟自己汽车市场正在迅速萎缩 而中国电动车正在这个越来越小的蛋糕上 切走越来越多的部分 在对华加征关税的问题上 欧盟内部的分歧一直是存在的 这和各个国家同中国车企的捆绑情况有关 对于支持征税的国家 比如说法国和意大利 中国电动车的确冻到了他们的蛋糕 而且在欧洲市场 他们也面临着德国车企的挤压 像2023年标志雪铁龙这两大品牌 在华销量总计只有8万辆 不及德系车大众同期销量的2.5% 所以这些国家也想通过这次关税政策 打压一下德企 从中让自己收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中国与欧盟汽车行业其实早就密不可分 现在一部分出口的欧洲的中国产电动车 实际上是在中国的中欧合资企业生产的 看上去欧盟的征税措施打击的是中国电动车 但实际上也会波及到向德国以及欧洲车企的利益 当然加征关税对中国来说影响肯定也有 而且还不小 7月份欧洲临时加征关税之后的当月和第二个月 中国产的电动汽车在欧洲的销量就分别同比下滑了47% 以及48% 其中上汽集团受影响是最大的 旗下MG品牌八月份在欧洲的销量同比下滑了67% 2025年至2027年三年间份额也有可能会持续的下降 不过单纯依靠关税壁垒是难以阻挡产业发展大趋势的 2012年欧盟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高达47.6%的关税 却从来没有能够阻止中国产品占据欧盟近90%的市场份额 同样在电动汽车领域即便加征关税 中国企业凭借着成本优势还有技术实力等等 依然有着相当可观的利润空间 其实在这之前中国车企的出海计划已经在推进中 电动汽车产业链上游 包括宁德时代远景能源在内的11家中国电池厂商 都已经宣布将会或者已经在欧洲投资建厂 而像产业链下游的比亚迪 蔚来 奇瑞等整车制造商的在欧工厂 也即将在近期投产 但是欧盟的制裁大棒一落下 这些计划会不会受到影响就很难说了 欧洲之外 中国企业还在积极开拓其他的海外市场 像非洲 东南亚以及南美市场也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我们说解决摩擦一般有两种办法 要么互相离远一点 要么就互相报警一点 那对于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中欧汽车行业来说 走哪条路本不应该有争议 我们下头上边的黑刀 我们下头的男链下那边的女人 还有这样的假装